那很多的臭宝养的君子兰开了花 他说夹剑了 有的话什么叫夹剑 就像这样 给它夹住了出不来 有的话说老汉你都在开粉色的 不是是因为我没有夹剑来弄的君子兰 我就随便摘了这个杜鹃花 我给你演示一下 这是怎么夹的 一般从这个里面长 长了以后呢 它夹住了 它长不出来 明白了吗 一般这样叫夹剑 夹剑要怎么处理呢 第一个办法就是物理 你这样给它掰开一下 用东西固定一下 用什么夹子或者什么东西的 你给它这种掰开一下 让它能有地方长出来 这个是物理疗法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这个方法肯定要用啊 然后呢 这样弄完之后呢 你可以家里边有那个过期的啤酒啊 对联水浇一浇 没有的话用点磷酸清涯 让它掰开以后呢 再供点肥料 它就能长起来了 明白了吗 这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有的话有这样那样 其实都不科学 明白了吗 它这个物理 就给 你化家你用啥来出不来 我得给它杀开 它才能这样出来 明白了吗 物理疗法 掰开 明白了吗 二一个有的话说 老花一你看你这个黄叶子 揪了就行了 谁还不黄俩叶子 你这个根系漏着 漏着没事 漏一点没事 也可以用点土给它敷住 好吧 然后呢 有的话说 老花一 为什么我的菌子兰不开花 菌子兰一般在冷凉的时候开花 就是温度最高 别超过28度 就尽量的在25度以下 18到25度之间这种感觉 有上一两个月 如果说你养的很健康 再给上肥料的话 一般一两个月 在那个温度条件下 它就能截出来 那个花苞了 明白了吗 那个花剑 有的话说 老花一整整 它不喜欢强光暴晒 它喜欢阳光 但是害怕暴晒 有的话说 老花一 我长的这个叶子不起 你得固定 也是得固定 都得人为的 这样给它掰正 拿东西给它固定好 明白了吗 你以为它随随便便 就能长得好的吗 欲不足 我成器当然了 小树苗不修理 它也不成才 这种是一个道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了花一 点花最整一 白了抽包